我們今天主題是審過頭好崩潰 凡事過於不及 勤儉是美德 但是審過頭了 其實也是變成省長就不太好 對不對 那麼今天我們要先來看一個人 她是一個女網友 她上網抱怨 她的婆婆的節省行為 讓她大開眼界 老實說我蠻喜歡看這種故事 我也是 我也愛 就是到底有多少 來 這個校成 那個有一名人妻 他在一個社群上面 他就去描述他的一個狀況 那他說他在婚前的時候 他有養兩隻貓 那結婚的時候 結婚前的時候 他跟他的那個先生 就是當時就是還沒結婚 就講說 那如果你們願意接 他這兩隻貓的話 那我們就結婚 而且跟你們一起住 跟他媽媽這樣子住 就沒想到之後 那個結了婚之後 就完全就變了掉 為什麼講變了掉 第一個呢 他就埋怨他的婆婆 首先呢 養貓的人都知道 因為貓有時候 如果你那個門窗沒關的時候 他就跑出去 出去的時候 不見得會回得來 這樣子 對 然後他就不關門 又不關窗 所以他就很生氣 這樣 但他沒講說 那貓到底有沒有丟掉過 當然他覺得他婆婆 這個行為已經是讓他覺得 有點犯了他大忌了 然後之後的話 他又講說 他這個婆婆 又有很多很怪異的 一些行為 那什麼那個行為呢 他說例如什麼煮飯的時候 他不開燈 省錢嘛 這樣子 可能或許 那就像我們以前當兵一樣 有沒有 就眸著眼睛拆槍 已經習慣 知道怎麼樣在黑夜裡面的時候 放鹽醋 糖 這樣子不會有問題 另外他說 還有另外的話 就是他切完菜之後 那個菜刀從來不洗的 可能是要省水吧 我猜是這個樣子 如果切魚要怎樣 對啊 那魚要怎麼炒菜 不知道呢 這樣子 我在猜那個刀上面 應該長得香菇了 另外他講說 他跟婆婆還會很省 省到什麼呢 就常常去外面 就可能那種黃昏市場 或者是那個找市場 他要結束的時候 不是有那個剩菜 對 都會把那些葉菜 把它丟旁邊 撿那個菜回來 回家煮 那些菜 一般來說很難吃 是 因為他很高 你們有菜 其實菜市場 就知道在咖哩菜 外面的葉子都要撿 對嗎 就撿嘛 他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讓我想 不是只要女生 很多愛乾淨的人會受不了 他說他婆婆有沒有 洗澡的時候 只用清水洗 也從來不去什麼 用什麼洗髮精 什麼沐浴乳 肥皂來洗 就清水洗 洗洗完之後 然後另外就是把那個衣服 就拿去晾乾 我是不曉得是不是 有沒有穿衣服一起洗 那如果是穿 因為你知道有些人 他為了要省 他是就是穿著衣服洗澡 洗完澡之後 順便把衣服也洗完 認真 認真啊 這樣可以洗 認真啊 太神奇了 因為我以前在當兵的時候 我曾經看過一個阿兵哥 真的是這個樣子 他就穿著他那個衣服 然後在洗澡說 喂 你怎麼洗澡的時候 可以穿 怎麼穿的衣服 他說 班長 這樣子我順便把這個衣服 也都洗完 柳柳乾完之後 沒有 當兵省時間嘛 對 那有人可能會幹這種事情嘛 結果他就講說 這個婆婆 因為常常都用清水洗 所以他身上會有一股 很濃郁的那個油垢味 他說他已經這個 這個快動不掉了 那怎麼辦呢 他就想等說 他買了一個新家 新房 我猜他應該跟老公吵架過了 吵完之後 買了一個新房之後 等到裝潢好之後 他決定就是要搬家趕快離開 脫離這個可怕的婆婆 那我想請教一下小柯 你洗澡有沒有用香皂 一定要啊 而且我一定要用很香的香皂 那為什麼你要用香皂 不用只清水就好 因為清水洗不乾淨啊 因為有時候有一些髒污 或者是譬如說我們工作的時候 會塗一些防曬乳 你清水根本沒辦法洗乾淨 你洗澡的時候 會不會順便蹭體重 不會 但我是白天起來蹭 對對對 我洗澡庫進行 也先蹭體重 為什麼 為什麼 看看自己的體重 那洗完再蹭一洗 洗完再蹭就差兩公斤 有那麼多的油垢在身上 那你的油垢很厚耶 很浪漫耶 對啊 你洗澡庫就用菜櫃沒在滷的 有水 水孔 塞煮 但是我們坐在鄭大哥旁邊 都沒有味道 這會是乾淨 過來 我告訴你 你不要用那個香皂 有人會油油 你洗不乾淨 對啊 而且如果你是油性肌膚 更需要 如果你是乾性 我覺得很原始OK 因為我以前洗臉 我也不用任何的洗面乳 對 我這樣子也活了二十幾年 這樣子做 當然身體我覺得還是會流 而且現在天氣那麼熱 老師你怎麼用香皂 藥皂 藥皂 那很高檔的 就是因為外面細菌多 回到家這樣洗一洗也放心 從小就用藥皂 沒有啦 到後來有錢買藥皂的時候 殺毒 殺菌 是這樣 OK 因為我覺得用香皂 香皂 我現在洗完之後有個香味不錯 對 以前我也是會用香皂 但我後來發現我的膚質可能是乾性 所以我用香皂洗完之後會皺 對 油洗掉了 所以我後來就會改用沐浴乳 對 因為用香皂會太癢 是 是 孝成有用香皂嗎 有 但我只用在洗臉 所以身體只用清水 我身體是用沐浴乳 洗澡是用沐浴乳 是啦 他只用清水 不過清水還可以啦 因為他還是有清潔 對啦 我是覺得他沙 對啊 他沙 拿去這樣屁屁 沒有洗喔 屁屁 你頭打過去這樣就可以了 消毒 消菌的概念 那個洗不乾淨 那應該是省過頭了啦 省過頭了 對 我還不知道沙都不要洗 這樣打去頭就可以了 我覺得有那個梅干菜的概念 梅干菜 對 那吳老師你覺得說這是心理的疾病 有 在精神醫學上有提到 龜毛強迫型 人格障礙 有這麼長 有有有 龜毛強迫型 強迫型 龜毛 人格障礙 人格障礙 不是強迫症 還不到強迫症 但是強迫型 類似固著的行為 就是說他一定不會用肥皂 他一定會把衣服拿去披 一定會制裁暗毛毛 這個就是他有強迫的行為 不然你像菜刀 為什麼他不會洗 對 為什麼 菜刀水沖一下就好了 這就是跟他媽媽跟外婆跟祖祖 都有關係 大家都不會這樣做 順著來到現在也不用了 所以他以為這樣是對的 他不知道說科技醫學在進步要改變 這已經不是省 這是會帶來生病 對啊 對不對 這應該有很多細菌 反而因小失大 因小失大 我們現在比較有科學概念 有醫學概念就懂了 都花一點點錢保障大家的健康更好 家人健康快樂 更重要 而且他這個都是犧牲他的生活品質 對啊 剪剩菜為家煮 你也吃這個比較油的 比較好 對不對 他可以活到現在 真的也蠻厲害 但我覺得反正他煮菜也不開燈 那個菜好不好他也看不到 吃起來好不好知道 搞不好他技術很好 很會處理 很會處理 不過這個婆婆她可能想說 你都不知道 我們家這間房子這樣欠出來 欠出來 是這樣 有可能是這樣想法 好 那校成有碰過這個 不愛洗澡的人嗎 我大地啊 我大地看完一定翻臨 他現在不會了 他不會 因為他年輕的時候 大概差不多二十多歲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結婚 然後住我家的時候 我媽媽每天就在罵他 罵他幹嘛呢 因為他夏天的時候 一個禮拜才洗一次澡 那冬天的時候一個月 才洗一次澡 我媽已經罵到一個 已經完全沒有什麼用了 後來有一天我就問我大地 就是說你不覺得你夏天 流那麼多汗 你不洗澡不冷 而且你還有個怪癖 就是穿著衣服睡覺 這很詭異 這就是你夏天都已經流滿身汗 因為要工作 然後你回來的時候 還穿著衣服睡覺 睡覺的時候還蓋棉被 我說你有那麼冷 有那麼虛嗎 結果他說沒有 我就這個樣子 然後我就說你告訴我為什麼 你夏天一個禮拜洗一次 然後冬天一個月才洗一次 他說 洗澡會傷元氣 我聽完之後 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就說好 因為可能帶他的原神元氣 不太一樣這樣 那後來怎麼改的呢 後來就他總是要談戀愛嘛 就認識了我弟妹嘛 那我弟妹之後 我弟妹發現他有這個怪癖之後 有沒有就逼他有沒有 洗澡 然後方法就很簡單 我覺得有些女生可以參考一下 他不洗澡就不要讓他上床 直接踢下去 踢幾次之後我弟就乖了 然後就開始 現在開始每天洗澡 現在就正常 正 其實我們如果不洗澡 對啊 然後那個衣服又沒有洗 你知道你出去 你有聞過別人的 有 有嘛 對 那你一定受不了吧 很害怕 可是你一定要跟他談事情 如果不會 一般在公眾場所 或者商業場所的人 他懂得照顧自己 那是說我們走到路里 走到一些路 他可能 如果路里都是 金開一個就過了 真的 我怎麼坐過的車 你們有聞過那計程車 司機的味道嗎 在車子裡面 你說進去之後 不是 就是你坐計程車的時候 裡面的味道 有沒有過那個不舒服 有啦 有嘛 你要怎麼坐 要開窗 開窗 他就跟你講說 我在開冷氣 你開窗 我就跟司機說 我頭有點暈 你可以開個窗嗎 我人不太舒服 對 你不要跟他講 你有味道 那我人有點不太舒服 我需要一點新鮮空氣流通 這個是好玩法 這是好玩法 我會講說 我想吹一下自然風 我們崇尚自然 小許 我會請教 那個味道真的 司大哥你會忍耐 我當然也可以跟他說 我要開個窗 透透氣 還是說我突然 我突然有事 我這邊下車 你有沒有要對人家不禮貌 人家會揍你 對 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